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亲爱的乡亲朋友大家好 我是温温 欢迎你收看台南乡情情 台南乡情情 这个节目是有台南市政府这一组 最最大的目的 是让我们的乡亲朋友 大家对着台南市政府国家家的业务 做一个了解 当时也要来跟我们的乡亲朋友 来报告台南市政府 上新的主席和外党 欢迎你收看 我们今天要介绍的是青龙 青龙来带动我们的農業 节目一开始 我们先来看这张影片 听见一张要跟我们说什么 我们很高兴 台南市政府能有他们的农产品 尤其是他们的莲子 能够在东山休息站 有一展曝光的机会 那更感谢 待会我们副总统要来 加持 我相信莲子 已经以价格一定要翻倍才行 所以希望说大家一起来 爱用台南乡的农产品 爱用我们所有东山咖啡 还有所有山区的许多农特产品 那么我们知道 台南官市要不合并生格进行 我们台南官的部分就是农业大县 那么在这个官里面 我们很多民众都是务农为生 但是时间渐渐过后 有一些农民可能会觉得 做实的人 做残的人非常辛苦 每天都在这个头膜 拍到整身族冬冬 那么收力又不是说太好 生活也很辛苦 慢慢慢慢我们一些青少年朋友 就是离开高雄 有人买飘 有人甚至去到国家 那么当时下来 对到我们的农民来说 他的事实可能当时 住在其他的官司 甚至说出国去了 要看到我们这些事实 有时候很困难 那么除了这个部分以外 我们的农业也变成没有人在传承 变成的间断 那么我们政府也有看到这部分 所以在这几年里面开始 用一些政策来推荐到一些青农 可以回归我们的故乡 回来照顾到我们的农业 也照顾到我们的事大人 那么在今天这部当中 我们来介绍的 这是我们戴南市 它的情风很直白 叫做一群农夫 农业发展协会 我们这个发展协会的理事长 魏忠祺 魏理事长 要来跟我们的乡亲朋友分享 他是青农 代表回来 我们的故乡 在我们的故乡 开始来耕耘 那么对到我们这些农民 他们所政策的农産品 他们也出一些力量 来帮他们推广 用很多这些方式 比如说让我们的小朋友 去到农地里面 实际去体验 那么我们的故乡 要比小孩 小孩的时候 就要开始往下扎根 这样子 对到我们的农业 对到我们的农産品 它的成长过程 有了解 有这些事情 有的 那么他们 可能也比较不偏执 对到这个饮食 也有一个政策的教育 那么他们这个部分 用很多精神 今天呢 我们就要邀请到 理事长 跟我们的乡亲朋友 来分享 我们这个 协会 在里面所做的工作 理事长你好 你好 主席你好 那么刚才 我在介绍一群农夫农业发展协会 这个名称很长 不过很容易理解 是不是也听理事长 把我们一群农夫的农业发展协会 这个机构介绍一下吧 我们的一群农夫农业发展协会 其实我们是一个 一棟都是青农 也都是返乡回来 在我们台南境内的这些青农所组成的 那 这也是当初我们 台南有一个台南新农任的一个计划 当初的一个辅导 我们大概都是返乡回来 然后再求这些知识 那就会到 新农任的一个课程 去上课 认识 大家这样子有之相同 那这样子共同来组成一个 一群农夫农业发展协会 嗯嗯嗯 好多啊 我在 我们这边录制之前 有跟理事长稍微聊过 理事长跟我说 你以前是从事教育工作 你是在高中 尤其是在北部 对 在那儿在教高中 然后呢 回来我们台南后 来成立这个协会 你说成立这个协会有两年多吗 那么什么种的这个机缘 让你的想法放弃这个教育的工作 然后回来台南的故乡 这个转折是不是 跟我们分享一下 哎 其实 异乡的游子应该都会想家 那回家这个念头一直都有 我觉得我自己的一个人生规划 那在40岁以前 我觉得我如果说我没有回来 我应该就会在台北落地生根 那我的下一代也就会这样子 在那边是台北人 那 为什么要离开台北 其实我在台北 在那边教职工作 我跟老婆也都在教书 整个在那边也买了房子 车子也都很稳定 回到家乡的话 当然是父母亲都在这个家乡 我所回来 我们家的一个土地 在我身上已经继承 等于是说我如果没有回来的话 这个土地是200年以上的土地 那未来是不是下一代 他有没有办法再回来这个地方 这个都是一个问号 对 所以就毅然决然 我觉得是千百个理由 一直想要回来 当然回到家乡 很多 很多这些农村的这些 进步啊 这些人 大家都说 你教书不行 要回来做事 其实我们心里是立志去把农业 当作事业经营啊 对啊 就这样一步一步的慢慢走过来 其实我们也一直在跳脱 农业可以发展的一个面向 其实生产的部分 它是一个最单纯 也是一个最难生存下去 那我们就发展了很多 到现在农场 我们也都办了 每个月也都办了很多很多的一些活动 让很多人来到农场来体验 嗯 刚刚听了 理事长的分享 我突然想到 门下 先生 他所演唱的那首 红昏的故乡 哦 青春地久 我也会 就是回到故乡 我在想 每一个离开故乡都是因为 应该也是有一点不得已 因为生活在拍拼 然后去到这个大都会 像我 理事长说的 就是说 在那里已经有买房子了 买车 原本一定想要落地生根 是 可是呢 想一想 还是回到自己的故乡 那么回来之后 我们来创立这个一群农夫 农业发展协会 那么在这个当中 我知道你们办了很多的这个活动 是不是 跟我们分享一下 那里 其实一群农夫 它是一个 名词也是一个动词 那名词的话 它就是一个品牌的名称 动词的话就是 农业它必须要一群人一起来努力 没办法是单打独斗 那我们曾经这样做过 我以一群农夫的一个架构 我也不断的一直在做一些实验 曾经我把农业切成五个问题 农业的话你要从事农业 你必须要有五个条件 第一个部分 你必须要有取得到的是土地 然后你要有资金 要有技术 要有人力 然后也要有通路 那一般年轻人进到这个产业里面 最缺的就是土地 资金技术 那我当初我的一个合作模式 我也就是把土地资金 还有这个技术给年轻人 然后用合作的模式 然后来去维持一群农夫的一个架构 然后走到现在来 一群农夫 我们也走到 比如说直卖所的一个创立 那就是一个共同的一个贩售点 我们的一些青农 一起把产品放到这个地方 对 到现在 像我们现在有 我也曾经办过一千五百人的一个青人控游 也曾经办过的是五六百人的一个校外教学 其实平常接的两三百人的也蛮多的 那我们如果说以师生比的话 一比五十五 我就要找蛮多的这些青农进来协助 这些青农 刚好在各个领域里面 他们就来协助那一个赞 然后去做收客 对 这个是我们的合作模式 是 刚刚理事长说到 青农要回来 他们缺的是土地 资金 还有技术 那我都觉得 那要做 好像这些 都是必备的条件 那这些条件他都没有 他有什么 年轻 活力 对 其实当初 农村的一个缺工 我们很早就大概知道 台湾的一个农业的 投入农业的一个平均年龄已经到63岁 日本更高 那当然 已经也走了 我回来已经八年了 那是不是又往上再升 那这个人力的一个问题 如果说青农愿意进到我们这样的 一群农务的一个架构 那也解决我们农村人力的问题 那进来之后 我们的一个产物别可以更多 我们的面积可以更广 其实在通路方面 我们也会是一个赢家 我当初是用这样一个架构 去吸引他们 对 那可是我这样子 也不算成功 那 要一直在 因为夏天的那一种 那么早起 那么的辛苦 在那么热的一个太阳底下去工作 还有就是雨季来的时候 那么的一个不稳定 其实因为收入 因为辛苦 其实真的很多人是没办法 所以他们有时候也会半途而废 对 这个当中我在想 理事长一定遇过很多的困难 八年所有人说 不是很长 但是也不算短 坚持八年也不容易 那么 那么跟我们分享一下 你这段时间内的心理路程 好吗 其实 其实 回乡回来 那过程中 从 护母亲的一个不谅解 这个都有 当然回来之后 那一种 把所有的金钱投入在我们的生产上 然后被整个风灾 整个雨水泡烂的 那个也有 他农业是一条真的不好走的路 当然 辛苦很多 成果很少 对 可是 这个食物的一个由来 一定是从农夫这边生产出来 然后农业这个角色 这个职业一定要有 对 刚才理事长说 父母的不谅解 我们还可以用想象的 别人想说你去台北打招 主要做得很好 头肉都很好 你现在要回家 我在这里做到要辛苦 是 我就是希望你不要这么辛苦 才让你去台北发展 结果你现在自己要回家 辛苦 那么这个当中 现在父母能够理解吗 到现在其实 他们 就是农村的父母亲 其实 在儿子的面前总是很严厉 不过我可以知道的是 从外人的一个回来 给他的一个成就感 他也觉得说蛮肯定我们 那有办法这样子 然后总是 发挥一些创意 然后制造出一些不同的一个效果 那我们也就把很多东西也这样消出去 其实刚刚理事长在说就是父母不谅解 我跟他说其实父母是一种伟大的父母的爱 比如说他希望你在北部发展 他就是希望你很好 你看他宁愿割舍那种亲情 久久才能看到自己的父亲 他的孙 那么你回来 照理说他应该很高兴 他每天都可以看到儿子 可以看到他的孙 他的伯父的孙 可以看到媳妇 那么大家一起可以一起吃饭 这样子画家长 可是我觉得父母 宁愿牺牲这个 他想要 就是说牺牲这一部分 然后让你在你的事业上有一个好的发展 但是你回来了 这个他心里应该是五倍杂成 他是觉得说 他开始可能觉得说不谅解 可是他这样子一路看你走过来之后 有一点成就的时候 他其实内心的那种欢喜 是一种骄傲 就是说像你说在旁边的人 可能传达给他的讯息 那他觉得说这个儿子是很骄傲的 然后就是说 因为父母 尤其我们那个年代 我们年代的父母 他们受的教育 就是那种感情比较不会表达出来 都比较含蓄 即使说他肯定你 他认同你 可能他也很难用他的语言表达出来 那么这个当中 你会感觉到说 父母会用什么样的方式去表达 他们对你的这种成就感的肯定也好 或是说那种感觉好不好 其实我们有这个部分 其实我也在跟其他农友做分享 很多农友回到家乡 其实就是跟着父母亲一起做 其实这样的话 它等于是一个劳力活的一个协助 那其实农业的一个转变 其实除了劳力活以外 你应该是要有一些新的一些创意 一些新的一些方式去 才有办法去生存下来 当然这个我觉得我回来之后 我第一年的成绩就 这已经八年前的事了 我就是主要说是柳丁 我就以行销出发 然后我也就第一年回来的那一个 10月份 我从学校离职就是7月31号 9月底我就办了第一场的活动 也就招揽了大概 网路上面来参加大概就100多人 就来到农场里面 乡下的爸爸妈妈他们都很好客 你怎么办法往路上找这么多不认识的人 来到农场里面 就来那边做一些体验 小树苗DIY 彩绘丁 然后也就买了很多绘丁回去 就这样的方式慢慢的一场一场 他就慢慢的去肯定 李市长要做这个决定以前 其实你已经做准备了 因为你有做功课 不是说贸然的说好 我就死掉 就是在这个前提之下 你已经自己一定有构想 或是说有做一些准备 所以你7月31号离职 你9月份就可以办一个活动出来 这就是你事前的准备有做到了 那么我在想 白天我会反复的是 我们比较现实面的生活 生活就是说 我知道说李市长在这一部分 像我们有些产品 你在这边方面的行销 这就是给你的爸爸妈妈安心的所在 这个不跟我们分享一下吧 感谢你的主持人给我这个机会 可以来提供我们的农産品 这个部分我要先来去介绍的是 我们白河 白河就是出名的年灰年季 还有我们的年灰粉 这个年灰粉 这是我们白河青龙 我们在今年也成立了 我们白河青龙的一个联谊会 我们就 这些青龙我们共创了这个品牌 这样一个包装 当初去创这个部分 因为我们接受到很多消费者 就是年灰粉 大家知道好 可是不会去使用它 不会去泡它 不会去煮它 那我们就想要制录一支影片 教大家怎么去使用它 那我们就结合一个QR 这个QR我们想说 那要找哪一个美女来拍 结果想来想去好像 我们来找市长会更合适 刚好 找帅哥 就是我们的黄市长 他也很热情 就是帮我们录制一段 教大家怎么去泡藕粉 所以用手机QR Code一扫进去 你就知道怎么去使用它 我觉得这个东西这样子的一个包装 也提升我们农产品的一个价格 对有时候 像我们在菜市场里面 我们去传统的菜市场逛 那就是有些传统的这些农作物 有时候看到它摆在那裡 像这个年灰粉 我们也知道 年灰粉它是很有 它很有营养的 它营养的价值很高 但是说实在的 我有时候没买 原因就是说 我回来不知道怎么用 那我们现在就是说 我们把食谱也带回去 对 就是QR Code掃 现在很方便 你QR Code掃下去 那个影片就跑出来了 是的 你也不用现在看 第一个步骤等等 第二个步骤 你就看它做 你就对它操作就好了 现在就很方便了 所以 有时候就是说 佩尔现在时代的趋势 现在的人没有那个时间 聊聊 慢慢来 就是说 你影片给它 然后你就附在上面了 你一个QR Code掃进去 你看到那个影片 你就会想 不用花很多的时间 麻烦花很多的劳力 因为大家都 这个时代 大家都很忙 不然那个时间慢慢来 我们已经帮你都什么都弄好了 那 除了说 蓮藕粉 以外 我们桌上还有很多的产品 是不是再跟我们介绍一下 农场主要作物有 就有三大类 就是 柳丁 我们稻米 跟 莲 莲产业 这个的话是 我们的柳丁下去做的一个 填层和风酱跟风味醋 这个 这个 后面的这个 就是这个包装 其实我们 在2020年的时候 我们也拿到了那个 全国农业会的一个百大精品 是 对 这个是真的很不简单 可以 就是以我们单一 以青农的一个身份 去参加这个 有办法入选 全台湾100个产品 那 蓮藕粉的话 其实我们也有得到一个 农村好物的一个奖 对 再来的话就是我们的米 有我们种的白米跟黑米 其实我就把它变化到六个产品 因为每个人的一个使用 跟它的需求不一样 我们就有六个产品 让大家去那个 再来的话就是 像这个的话是我们 玉米 玉米的话 这是爆裂型的玉米 这个很可爱 我们就去 这个是爆米花的品种 那我们一整根 涂上奶油 放到微波炉面 就可以直接爆 其实这个部分 一刚开始 其实都是以农场的一个 区位活动 我们去做这样种植 然后带领这些学员 因为常常吃到爆米花 可是他不知道爆米花 长怎么样 那我们带他去采爆米花 然后去做这个科学实验 然后就这样子 就一整组 也蛮特别的 对啊 那生鲜产品今天就没有带过来啦 那农场里面 我们也有一块土地就专门是以食龙教育 在做做种植的 像萝卜啊地瓜啊花生啊 很多很多我们种了一二十种以上 让大家可以来那边种植啊 那边采收 采收 采收起来之后 我们的农场有传统的那个大枣 去做料理 就像我们 这个月我们进行的是那个 那个 蚂龜乔 我们结合社区妈妈 然后就是去让学员去采那个蚂啊 上来做蚂龜乔 蚂龜乔 传统的一个做法 就大概一个是月亮的一个半圆形 我们的蚂龜乔 我都跟我们的学员这些孩子 这些城市来的这些妈妈 我说我们今天要做创意的 他就会做出各种不同的一个造型的创意 大家的脑力激盪 对 甚至还有农村 他们来到这个地方 农村的阿公阿嬷 他们平常在家里面就都为你做嘛 过节的时候 我说今天你来这里做蚂龜乔 你不能做传统的 你要做创意的 叫阿公 有创意知道吗 做一副妈祝宜 那我会觉得 他们是怎么想出来的 没有 但我们一直在计划就是 你除了原本他的面貌是什么 我们去怎么去突破 其实这个就是一个好玩嘛 也好吃嘛 就这样子 农场里面像我们下个月 我们就进入了我们莲藕粉的一个采收嘛 那我们主题会是在 就是洗藕粉 就是这样子的一个 还有比如说密封导览 这个一整串的一个油层 传统的农业就是说 能说除荷日当午 汗滴河下土 那个农夫就是很辛苦 在太阳底下 真的是那个汗水就这样子滴下去 然后一直种植一直种植 如果是这个刚才好 人家说好年冬 没有红苔 那当然很好 但是如果刚才有一次红苔 有时候来 哇 这个所有的心血都附之一矩 有的时候天气最好 那也还有一个困难 诶 这个丰收 丰收也不一定是好事 有时候等于 那个农产品的价值就降低 所以这个农夫真的是太辛苦了 辛苦政策 起来的这个农产品 它不一定能够达到它真正的价值 哇 不好了不是 不错了不是 真的是很辛苦 那么就是要加上一些附加价值 像刚才我们理事长 我就说我们理事长 他们在这一方面的行销 在创意 好像就是会有一些 要怎么讲 好 我说这是与生俱来 还是说你从小跟这些农产品在一起 然后 这是自己激荡出来的火花 是不是 跟我们分享一下 其实我觉得我的人生里面 我们以前可能不需要达成 不需要达成做老师 我就是带我 每天都会达成 每天都会达成 我也去达成博士 回来 其实一路过程中 我一直在 就是我们 我觉得我不是一个循规道局的人 我知道 有时候就是很喜欢异想天开 对 我们就会去做出很多这些东西 激壮 不可能的但是 我们可以想到有可能 那就是变成是 我们可以去 别人没法去给我们家 就像我们今年疫情 那刚好 在六月份 进入疫情整个都是封闭嘛 那农场我们也没有办法再办这些体验活动 那我们要走别的出路 那时候刚好我们白河的莲子刚好算产 我想说啊 这海啊 看看怎么办 因为白河莲子很多游客会到白河里面 来观光顺便买莲子 赏莲花 那我们就会在那个时候 我们就刚好在那个时候 我们就去开一个 线上的一个课程 在当时我又开线上的课程 我解决了两个部分的问题 第一个就是 我们产地 人力短缺 没人能够给我们备年纪 我想说 这个年纪我如果要给消费者 我给他们怎么备 那消费者 他们也都关在家 对啊 打发时间 脸上我就是 这个主题我就写 脸手防疫 脸子的脸 让他们在家里面播脸子 我们大概自己 用手机拍的一些影片 大概四支影片 我们就是网路上去教导 然后就这样子让他们 去认识这个脸子 更了解 历历皆辛苦 也造成轰动 因为全台湾所有的农场 都没办法办活动 我们这边 还在活动一场接一场 对啊我们大概 我们前后办了四场 每个梯子我们锁定大概40多个家庭 那等于是如果说 以平均一个家庭四个人的话 我们大概也差不多有 七八百人来参加 原本来农场参加体验活动 大概是我们台南高雄 嘉义台中这些 甚至屏東也有 我们线上的这个课程一开下去 哇大台北地区连台东花点 都有人来参加 人家说危机就是转机 机会是留给做准备的人 理事长刚刚跟我说 也说他常常这样子 做到熟冬室室 那些熟的可能就是放在大脑里面 当做一个库存 那有机会今天刚好疫情来了 以前想到的东西 现在就把它发挥出来 其实我还没有回来重农的时候 有想我大概以后要做什么 当然那个时候到现在很多的 那个已经都烧完了 现在我们就是随着疫情 就像我们现在 网路上面一直在炒的是五倍券 那我们想说 我们怎么来抢五倍券 那变成如果说在农场消费 我们把它变成 那个七倍券八倍券 这个也都是一个 就现在 那个等于是 现在大家关注的议题是什么 那我们就会往那个方向 我们的农产品 我们想去跟它结合 就是嗅觉要很敏对 今天很高兴 我们请到一群农服 农业发展协会理事长 那魏忠祺理事长 来跟我分享这么多 最后我们用一点点的时间 我们做个结尾好不好 感謝我这次有机会来这 来做这个 这个节目 当然 我也要鼓励我们年轻人 你现在在家里有机会 真的 我们的政家需要你 回来 我们的政家 这堆土地 我相信 如果这堆土地 你若没回来 跟你的后一台 可能土地 都会越来越好 台南我们是一个好地方 我们希望说 起来也是我们政家的人去聚集 现在我们回到乡下 那我希望的是 我们可以带领一波 然后让那个都市的人 以后他也会向往到乡下 当然做是 做農業是很辛苦 我的目标 我们会说 去做到我们的 有那个生活品质 我相信这样 会让很多人 让很多人 都会更新鲜 是 那么为理事长 他是我们青龙的拓荒者 那么今天你分享我们这么多 感谢我们乡亲苗里的收看 我是温温的台南乡亲走 我们下次见